年庚瑶可以说是清雍正朝军事能力最为突出的军事统帅 公元1723年10月距离雍正继位还不满一年 青海地区蒙古和朔特亲王罗布藏丹金挑动叛乱 还与塔尔寺 郭龙寺的喇嘛势力勾结在一起 这还不算完 盘踞在天山南北的准嘎尔部蠢蠢欲动 时刻有东进的打算 西南地区也不怎么安定 边疆局势万分危急 极可能会威胁到雍正皇位的稳固 而在这种情况下 陕甘总督年庚瑶被加封抚远大将军 仅半个多月时间便粉碎了 罗布藏丹金统领下的叛军 对青海西宁卫的进攻 次年二月 由年庚瑶亲自操盘 奋威将军月中旗打头阵 五千清军清旗兵突袭罗布藏丹金 在柴达木盆地的大本营一击得手 经此一战 罗布藏丹金主力不复存在 而年庚瑶与月中旗也凭此战 震慑了西北地区其他潜在的反对势力 这场战争有多重要呢 雍正皇帝听闻战报后 竟然情不自禁地对年庚瑶以恩人相称 言语中颇多暧昧 令人不觉则舌 你此番言行 朕实不知如何疼你 方有言对天地神明也 而此等用心爱我处 朕皆体会道 这简直不太像九五之尊的皇帝能说出来的话 但雍正这样失态并非搅柔造作 而是因为年庚瑶在青海战场速战速决 不但避免了更大的军事消耗 也为雍正之后开展对政敌的打击 和推行贪丁入母等新政 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这也是雍正帝会反应过度的根本原因 后来的事情我们也知道 雍正帝把年庚瑶捧得太高 给这段军臣关系的崩盘埋下祸根 年庚瑶一开始还懂得些收敛之道 但时间久了也变得飘飘然起来 不仅广述党羽 还对雍正的一些安排公然提出质疑 此后雍正帝痛斥年庚瑶不知感恩 罗之罪状最终将其打入无底深渊 而这态度的变化 仅仅才用了一年左右时间 年庚瑶死了 西北战场的局势也悄然发生了改变 雍正五年 清廷得知他们的死对头 准嘎尔布的首脑人物 策望阿拉布坦病逝 由其子嘎尔丹侧灵继任 所谓主少国仪 雍正帝认为 此时正是大举进兵的好机会 为了打赢此战 雍正帝几乎掏空了刚积蓄起来的家底 并相继推出勋贵富尔丹 与猛将月中旗领兵 以彻底消灭准嘎尔布 这个清王朝的心头大患 然而天不遂人愿 雍正帝对西北的第二次大举用兵 不但没能像年庚瑶担任 服远大将军时候那样 速战速决 甚至连胜利都异常渺茫 到最后 月中旗统帅的南陆军行动迟缓 始终不能对准嘎尔布侧翼 形成有力威胁 而由富尔丹亲自挂帅的北陆军 不但未能击败准嘎尔布的主力 反而被对方在和通伯右肩近万人 更要命的是 富尔丹面对准嘎尔布的突袭 调度失措 连喀尔卡蒙古的友军都没能庇护到 纵旗营地被截掠 还险些动摇了清王朝的满猛联姻 梳理了半天事情的脉络 我们不由的怀疑 清庸政朝总共加起来才13年时间 从年庚瑶主政西北到富尔丹远征准嘎尔布 中间也才过去五六年时间 为什么两次战争结果差距这么大 富尔丹的失败是否能够证明 雍正皇帝杀年庚瑶是个错误呢 或者换句话说 没有了年庚瑶 雍正帝阵不住西北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 咱们首先得看看雍正朝 两次用兵西北的具体情况 诚然雍正帝继位初期 巴也党和十四阿格陨石的支持者 在朝堂内外颇有势力 何况十四阿格陨石出兵西藏 驱逐准嘎尔布时 还打了个大胜仗 如果雍正帝继位后 对西北用兵出现差池 将会引发政治上的巨大风波 因此雍正帝当时顶着非常大的压力 但是如果细查当时的战场局势 尤其是在和富尔丹远征的时候相比 我们会发现 年庚瑶要打赢战争 显然比富尔丹要轻松许多 一方面 罗补藏丹金的叛乱 主要是在青海地区 而非清廷当时控制不够有力的天山南北 在康熙朝中期 青海的墨西蒙古部落 就以大部分归顺清廷 清王朝在此派军屯恳 使得其对青海的控制 远比对新疆有力的多 这是年庚瑶能够迅速击败 罗补藏丹金叛军的现实基础 另一方面 则与罗补藏丹金叛乱的主要原因有关 他曾经参与十四阿格陨石 率军收复西藏拉萨等地区的军事行动 但战争结束后 他的势力没有获准渗透到西藏地区 因此他对清廷怀恨在心 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 罗补藏丹金选择发动叛乱 可是除了他之外 大部分青海的蒙古王公 仍然选择同青亭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拒绝与其为伍 而雍正帝第二次用兵西北 直接打击的敌人 是盘踞内亚已久的准嘎尔布 当时的准嘎尔布内部较为团结 多孝死之势 可能还得到了沙俄外援 因此 富尔丹面对的敌人 显然比绵庚瑶要解决的敌人情况复杂得多 后者本质上属于机动防御 而前者则是深入敌学的远程攻势 当然这也不是说 罗补藏丹金反叛就不堪一击 而是说 年庚瑶讨平叛乱的有力条件 比富尔丹要充裕些 分析完战场形势 咱们就得接着分析 雍正帝对两次战争的支持力度 这也间接导致了不同的战争结局 讨伐罗补藏丹金叛乱的时候 雍正帝在选将上曾经有些犹豫 因为年庚瑶虽然是大学士明珠的孙女婿 但毕竟是汉军其人 处于政治集团的边缘 一般情况下是轮不到他来担当主帅的 可是对雍正而言 当时除了年庚瑶外 十四阿哥隐石是自己皇位的寄予者 自然不可能让他再回西北去带兵打仗 而曾经作为隐石副帅的严信 虽然是地地道道的满人八旗子弟 可严信与八野党交好 对雍正来说并不可靠 至于越中旗 他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四川提督 资历浅薄更不可能让他来统领数万万汉蒙大军 因此支持年庚瑶是当时的最优解 不过也颇有些不得已而为之 但即便如此 雍正帝对年庚瑶仍然缺乏信心 时刻想干预撤肘 在这个问题上 十三阿哥允祥就站出来为年庚瑶周旋 建议雍正帝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允祥因其在朝政中的重要作用 被戏称为常务父皇帝 而雍正帝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他的见解和建议 在允祥的劝解下 雍正帝最终决定 给予年庚瑶更大的行动自由 使他能够在西北战场上 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 此后年庚瑶和越中旗主张 以清旗兵突袭柴达木盆帝 也得到了宜亲王的肯定 无论如何 虽然当时清廷在物资供应方面面临诸多困难 但雍正帝对年庚瑶的信任和授权 是坚定不移的 这一系列的决策和支持 为年庚瑶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与年庚瑶相比 富尔丹和越中旗二人 与雍正帝之间的关系 要复杂微妙的多 竞编大将军富尔丹 是费英东之后 妥妥的功勋贵胄 但是这不代表他打仗能力也很突出 富尔丹到前线领兵后 一开始有些自负 竟然只率领一万人 就去追击准嘎尔部的小谷部队 结果在和通伯 被对方两万优势兵力包围 损失巨大 等到富尔丹返回自己 在科不多的大本营后 原先的自负便转化为自卑与恐惧 雍正帝得知此事后也很吃惊 连发几道秘折 指示他不要轻举妄动 所谓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自古皇帝直接干预战场指挥 本来就有些隔靴搔痒 难以奏效 但富尔丹不一样 他不但没有反驳 或者选择性听命 而是直接为雍正帝命令侍从 完全丧失了主动权 说完北陆军统帅富尔丹 再来说南陆军的统领岳忠奇 岳忠奇这个人 投身军旅数年 战场经验丰富 这没得说 但是岳忠奇没有赶上好时候 这不仅影响了雍正帝 对他的信任 也限制了他在军事上的发挥 原因有三点 首先 岳忠奇之前曾经深度参与 道年的政治活动 雍正帝好不容易下决心 打倒了曾经的大功臣年庚瑶 自然不希望会有第二个年庚瑶出现 所以对继任年庚瑶 陕甘总督职位的岳忠奇 是有防范的 岳忠奇对此也心里有数 此时君臣之间已经有了隔阂 其次 岳忠奇和富尔丹配合进军前夕 正赶上诗意文人曾静和张希师徒 给自己投地书信 信中大肆宣传华谊之变 要求岳忠奇看待自己是岳非后裔的份上 主动肩负其反清的使命 岳忠奇自然不可能抛弃自己的路位 于是果断将这对神神叨叨的师徒出卖 雍正帝知道岳忠奇举报有功 但不代表他相信岳忠奇没有这种想法 而岳忠奇也深知自己处境微妙 为了洗脱嫌疑 即使他内心反对大举用兵 也不得不支持雍正帝远征准嘎尔布 最后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雍正朝后期拔着了多个新贵 如厄尔泰与张广四等 厄尔泰虽然在军事上经验不多 却对人事安排颇为苛刻 常常摆出一副自己身安其道的姿态 岳忠奇因担心雍正责罚 在进兵上畏首畏尾 厄尔泰便当即指责他延误军机 要求雍正重罚 而雍正帝此时正为北陆军 进兵不力的事情上火 当即听信厄尔泰的奏报 先将岳忠奇手中的兵权抽离 然后再判处兼猴待绝 由此可见 对于前线将帅而言 他们最需要的也许不是什么军队 和物资的权力供应 而是皇帝给予的充分信任 年庚瑶很幸运 得以在西北战场大显身手 而岳忠奇却是如履薄冰 始终活在年庚瑶之死的阴影下 最后还弄巧成拙 空腹了一身才干 说完了客观条件 最后咱们还得谈一谈 个人能力对战局的影响 和富尔丹与岳忠奇相比 年庚瑶的统帅能力 无疑是很突出的 不能因为年庚瑶后来功高震主 专横跋扈得罪了很多清朝官员 就去否定他的实际能力 早在年庚瑶还在四川任职的时候 他就懂得在军事镇压之外 从政治上团结当地的吐司贵族 深安怀柔之道 罗布藏丹金发动叛乱后 年庚瑶首先做的 不是加强西宁城的防御 而是防止叛乱的外溢 当叛军逼近西宁城郊的时候 年庚瑶以大将军傅宁安镇守屠鲁番 切断了准嘎尔布与青海叛乱者的联系 又以四川兵守卫康定地区的礼堂 八堂等军事要案 防止西南地区出现乱子 之后 年庚瑶还在甘肃兰州和九泉等地方部署重兵 切断了叛军北窜的通道 等到这一切部署妥当 罗布藏丹金的叛军被彻底孤立 他才缓慢收网 将其一网打尽 这种临危不乱与统筹全局的能力 显然是超乎常人的 罗布藏丹金 禁扰西宁的活动被粉碎后 年庚瑶原先计划等到天气转暖 在以大军突袭柴达木盆地的叛军老营 但是部下月中旗却有不同意见 他认为应该趁热打铁 以轻骑兵突袭敌军 防止叛乱死灰复燃 面对下属的不同意见 年庚瑶没有直接打压否定 而是思考后接受 并主动去向雍正帝和十三爷报备 请求允许 这也反映出年庚瑶充分具备为帅的品质 在处理青海叛乱上 年庚瑶固然比富尔丹等人拥有更多优势 但是他的帅才在平定叛乱中起到的作用 也是毋庸置疑的 反过来再看富尔丹与月中旗 富尔丹就不用多说了 此人在京师过惯了优渥的生活 他能够被雍正放到北陆军统帅的位子上 靠的主要是血统和门第 而月中旗在雍正帝的猜忌之下 形势变得唯唯诺诺 自我设限 当其副手继承斌 提议惩处表现不佳的八旗子弟时 月中旗未能公正处理 反而对那些未战的贵族 采取了迁就态度 这使得他们更加肆无忌惮 甚至反过来诬陷月中旗 延误军机 尽管月中旗具备一定的才能 在年庚瑶的领导下 也曾展现出一定的胆识 但他在驾驭部下方面 缺乏年庚瑶的灵活与果断 终究只能做一名将领 与统帅还有一段距离 说了这么多 最后总结一下 没有了年庚瑶 雍正帝在驾驭西北战局上 确实非常吃力 或许是年庚瑶之前 在平叛战争上表现出色 导致雍正帝低估了西北战场的复杂性 而年庚瑶的死 不但让他的继任者 不敢再去展现能力 随机应变 也让雍正帝本人将政治摆到了军事前面 过渡以忠诚为第一标准 考察前线的将领 富尔丹打仗打得一塌糊涂 不仅没有被处罚 反而平稳落地 而月中旗虽然没什么突出战功 但仅仅因为鄂尔泰等人几句话 就险些丢了性命 因此 年庚瑶的陨落 虽然不是雍正朝西北战局 极具恶化的决定性因素 但也是重要变量之一 不知道雍正帝在收到富尔丹等人的败报时 是否会为自己几年前 匆忙赐死年庚瑶的决定 生出几分悔意